鲍威尔一做再做 稳做美联储头把交椅 美元指数一涨再涨一飞冲天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热门话题解析 我是Rick 近期的头条新闻 好多都是关于鲍威尔被提名连任美联储主席 这不仅体现了拜登稳自当心的态度 也体现了通货膨胀 既是一个经济问题 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虽然民主党内部的进步人士 力推美联储理师布雷纳德 但拜登最后还是选择了鲍威尔 时美国在经济复苏阶段 能够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 鲍威尔的提名也意味着 参议院的确认过程更加容易 在处理快速上涨的物价问题上 相对更加强硬 10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可能是拜登的决定性因素 公众和市场对通货膨胀的焦虑在加剧 若此时用一个比鲍威尔更加鸽派的人 做美联储主席相对来说风险会更大 布雷纳德更加关注美国的就业方面 而不是稳定物价 这意味着他对于经济过热的容忍 程度会更大一些 可能会让通货膨胀持续的时间更久 同时等待更多的人进入劳动力市场 目前美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增长状态 但是持续走高的通胀 正在逐步削弱真实的经济增长 这样一来降低通胀 相对于更高的经济增长 将为拜登之后的连任增加政治筹码 美国总统提名鲍威尔连任美联储主席之后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7.8个基点至1.629% 美元指数也占上了96.5上方 目前美元指数中长期仍旧看涨 短期可能会出现回调 但是下方的美元指数的支撑在不断的上移 要想了解美元指数对我们的投资的影响 那就要了解一下美元指数的构成 美元指数是由欧元、日元、英镑、家元、瑞典克朗和瑞士法郎 这一揽子货币组成 其中欧元占比最高达57.6% 其次是日元的13.6%和英镑的11.9%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 美元指数以100作为参照点 现在的美元指数在96.5附近 相对于1973年贬值了3.5个点 美元指数大部分时间在80到120之间运动 目前的美元指数处于相对较弱的位置 美元是黄金、原油以及其他大宗商品的主要结算货币 因此美元指数的强弱对于这些商品的价格有较大影响 从更加横观的角度来讲 美元指数对于全球GDP有一定的影响 美元指数与美国名义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呈正相关的趋势 从图表中可以看到 在美国GDP占全球GDP比重升高的时候 美元指数也是在上涨的 反之美元指数是在下降的 在最近几十年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逐渐加速 从最早期二战之后的马歇尔计划 复兴欧洲、复兴日本 到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 再到1999年中国加入WTO 这是一个全球一体化的过程 同时也是资本从美国流向全世界的过程 同时输出的还有美国的技术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全球其他国家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 对于全球GDP的贡献也大幅增加 相对美国占全球GDP的比重就有所下降 我们以1999年中国加入WTO为例 在加入WTO后 中国经济迅速发展 占全球GDP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 同时 在1999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 美元指数相对持续走低 当时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一段时间之一 从这些数据中不难看出 当美元指数上升的时候 就是美国占全球GDP比重升高的时期 同时美元指数的上升也意味着 全球避险情绪的升温 当发生风险事件的时候 人们更加愿意持有美元 往往美国经济发展平稳 而外部经济不确定的时候 美元的吸引力就体现出来了 近期美元指数的上涨 与欧元的持续走低有很大的关系 欧元可以说是主流货币堆中比较弱的货币了 近期欧洲的疫情来势汹汹 增加的病例数占了全球的大半 死亡的病例也在不断的增加 像英国 德国 法国和俄罗斯 这些主要的欧洲国家 疫情都在不断加剧的状态 奥地利现在也实行了封锁 以及强制疫苗等措施 遏制病毒的传播 并且欧洲很多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目前在全球的技术革命当中并不出众 例如像之前的互联网革命发生在美国 现在随着电动车的崛起 新能源行业的发展 进一步削弱了欧洲经济的基本面的优势 德国是欧洲经济的火车头 汽车制造业是德国的支柱产业 随着特斯拉以及其他电动车的崛起 势必会对德国的汽车工业产生一定的影响 中国脱欧后 德国还是推动欧元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 但是德国现任总理 有着铁娘子之称的默克尔 宣布不再参与总理的竞选 为德国政治面增加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也为疫情下欧元的走势蒙上了一层阴影 总之美元指数 无论对于美国股市还是全球汇市 以及其他大宗商品的走势 甚至全球GDP都有一定的相关性 投资有关产品时 应该参考美元指数的走势 为我们的决策提供参考 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 您的鼓励是我们创作更加优质视频的动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